大家好 我是裝修妹 在裝修和家居維修上經常都會用到膠水 不同的膠用在不同的物料上 今天我會和大家介紹幾種常用的膠 首先是大家常用的超能膠 它的特點是乾得快 只要我接觸空氣大概幾秒就可以乾爛 而且黏力顯著 接著就是俗稱保鞋膠的慢能膠 因為超能膠乾了之後 頭會又硬又脆 不適合黏柔軟的物料 而用劑類的慢能膠 適合應付皮革 橡膠 帆布 軟木這類物料 使用時又需要清潔表面 然後在兩面的物料上塗膠才可以黏到 對於金屬 陶瓷 石材 雖然超能膠和慢能膠都可以用 但效果不是最好 如果想黏得更穩固 這個時候就要用混合膠 混合膠通常又叫AB膠 用法是先將兩組混合膝混合 然後再進行黏合 雖然效果是不錯 但一來要按比例混合 二來又要等半天才可以完全乾透 以上三種膠適合小收小寶 在一般的文具店和家居用品店 就可以買到 今天裝修妹告訴你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